请立长 男务本师色加盟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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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我们继续讲这个妙发莲花经 妙发莲花经 是一部最殊性的经典 所以我们是天台中 我们是天台中四十六代 我们是淡虚老化师 传给我师父上永下升体道音师 我师父传给我 所以我们是四十六代 所以说妙发莲花经 是讲了很多次 都是有讲的 但是也有长的 逐句逐句讲很久的 这个我们是讲几堂的 讲几堂反而是很兇气的 那些人因为即食 所以说放出去 不用那么久的 而且内容集中 我们以前听老化师 讲妙发莲花经的时候 一堂讲十句八句 所以这个已经算快了 这个妙发莲花经分为本职二门 本职二门 本佛和职佛 前十四品就是职佛 后十四品就是本佛 本职二门 这个本职二门 这个前面就是职佛 这个是职佛 这个是本佛 这个是本佛 这个是本职二门 什么叫本佛呢 就是我们要讲 如果你读过花严经 你就知道了 遍照十方香水海 我们这个宇宙里面 有个遍照十方香水海 遍照十方香水海里面有 二十个世界 有十个世界种 一个叫做华藏世界 在莲花上面有二十个世界 有十个世界种 一个叫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有二十层 第十三层叫做苏婆世界 这个世界的教主 就是毗劳善罗佛 毗劳善罗佛 毗劳善罗佛 和劳善罗佛 是同一个人 你别以为毗劳善罗佛 和劳善罗佛 不同人 你说不是呀法师 我早上班 南无清静化生毗劳善罗佛 圆满报生毗劳善罗佛 千八亿化生释迦罗佛 大家都是弗劳善罗佛 弗劳善罗佛 在六十花盐 亦造毗劳善罗佛 在八十花盐 亦造毗劳善罗佛 两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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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一尊佛 因为毗劳善罗佛 如果你发布化生生离婚的时候 毗劳善罗佛 是无相的 看不到的 我直到不知是佛相 所以现在你去佛堂 见到一些 见到一些 花盐三圣 或者是 普盐梦树 接着有个 劳善罗佛 有些人叫毗劳欣 有些是法界定欣 法界定欣是毗劳善罗佛 结这个梦树 这个人是 劳善罗佛 劳善罗佛 这个 其实两尊佛都是一样的 有些又放下 有些又闻上 有些有毗劳善罗佛 五方佛里面 都乱的 就是两尊佛 都乱的 那为什么会乱呢 就是故意的 因为 因为 我们说法部 化身身的法 但是日本不搞乱 日本只是毗劳善罗佛 和 释迦法 两个都是本职以法 西藏也是本职以法 他有毗劳善罗佛 和 释迦牟尼法 大家都知道 凡文是日本 那我们中国就是错 不错 我们中国就是错了错了 我们将它分开做一个是法身 一个是报身 那就没问题了 因为一个法身来说 它就是没有相的 因为它是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呢 全部都是一合相 全部都是形成的 所以呢 报身呢 就是元末说形成的 一个元末说 开完 闭完 所以呢 什么法 十方世 十方之佛 同一发生 个个发生 都是一零一零的 一个开完 一个闭完 不过大家不同的时候 就形成不同的法 所以呢 当它不形成的时候 它就伸佈在空中 所以呢 所有的世界 都是毗劳善罗佛 影然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是无相的 无相也无不相 但是当它要讲经的时候呢 它要形象出来讲经的时候呢 跟天人讲经的时候呢 它就演一个圣应化身 圣应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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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应化身呢 就是劳善罗佛 要讲经 要言相 它讲经没有样子 凤席法师讲经 咦 它都在哪样子 它都要有个样子 假假的都要有个样子 所以呢 那个样子是假的 因为它可以有相 可以无相 它入定的时候 在上帝光正土 它就无相的 那么它出来讲经的时候呢 它就是有相的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呢 就想得到了 将它分开作两个 哎呀 错了错了 那么我们就很圆满了 哎呀 这个白暴化身身都有 所以这个不是祖师的错 而是祖师的聪明的地方 日本是没有的 日本只是这个大日如来 和这个释迦牟尼佛 西藏也是毗露善罗佛 和这个劳善罗佛 和这个释迦牟尼佛 和这个释迦牟尼佛 它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是本职二佛 所以这个本职二佛呢 就是毗露善罗佛的 其实就是毗露善罗佛 而是毗露善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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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现生 圣应化身 圣应化身就是和天人讲经 是现劳善罗佛 烈应化身就是和弗虎讲经 就是现释迦牟尼佛 一个圣应化身 一个职应化身 所以释迦都有两个的 其实释迦呢 释迦呢 释迦这个是劳善罗佛 都是释迦来的 劳善罗佛都是释迦来的 就是在毗露善罗佛 那里变出来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 也是释迦 释迦牟尼佛 就是和这个世界的 和这个苏婆世界的人讲经 和这个默则世界的人讲经 所以和人讲经 所以他本职而佛 整个法华经都是分了两节的 一个就是讲本佛 讲立刻闻尼佛 一个就是讲他本身佛的功夫 功德佛的威衰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 讲这个 前面那十四篇 你看看第十一页 就知道他讲什么了 第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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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方便品 第一页 就是罪品 第一页是罪 第二页开始就是方便品 接着呢 有譬如品 信解品 你想象中 那么复杂 法华是大经 头都爆 都听几句 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你读了那么多次 法华经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其实很简单 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经 讲经给他的徒弟听 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当然是讲给徒弟听 讲给徒弟听 分开上中下三根 上中下三根 最上根的就是 舍利佛 舍利佛 最上根的就是舍利佛 舍利佛就是上根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用法说 就是说这个 佛呢 有方便 开方便 诸佛都有方便法 这个呢 这个小成呢 只不过是 佛开方便说的 其实正式来说呢 佛是想理成佛的 这个想理成佛的 所以呢 这个 每一品里面呢 有正书 领解 述成 授记 欢喜 这个呢 每一个都有的了 所以呢 这个上中下三根呢 有十五 十五周 三周 十五段 每一周呢 有五段 再上根呢 就是法说周 那有正说 正说 正说就是方便品 跟着领解 跟着述成 跟着授记 授记 也就是舍利佛 舍利佛授记 第一个授记 所以方便品到譬喻品的前一部分呢 都是舍利佛授记的 第二个呢 因为他是上根 那中根的人呢 中根是什么呢 中根是这个 大家涉目见年 加尖言 这些 衰菩提 加尖言 这些就是中根的人 中根的人呢 要用譬喻来说 那佛说了一个譬喻 说譬喻 就是火宅的譬喻 火烧啊 那羊车 牛车 绿车 牛车 羊车 大白牛车 给他一个大白牛车 这个羊车 绿车 牛车 再给他一个大白牛车 这个呢 就是说佛 讲这么多诚呢 其实讲一诚 没有声闻诚 没有圆歌诚 没有这个菩萨诚 都是叫你一诚 想你成佛 因为佛的本意 就是想你成佛 没有理由佛的本意 叫你入无如烈盘 他自己都不入无如烈盘 他自己都不入无如烈盘 又怎样会叫你入无如烈盘呢 佛是尽未来制都度众生的嘛 他度完一个世界又去另一个世界嘛 那他自己都不入烈盘 怎样会叫你入烈盘呢 听过佛入烈盘没有一味 避佛当然有入烈盘 释迦黄理佛当然有烈盘 本佛没有入烈盘 直到未来制 他永远不入烈盘 这个老舍来佛呢 有五个决定 第一 处所决定 处在摩斯搜罗天顶 第二 这个法决定 指港大乘法 第三 相决定 相好圆满 千丈劳赛罗 他圆千丈劳赛罗的生 那么 第四呢 是事决定 直至永远不入烈盘 那么 第五呢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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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众决定 这个当机众 那么 说给天上的菩萨听 由一地到十地 十住十行十回向 到十地菩萨 都是听奴赛罗法讲经的 所以那些 那些 倦属 倦属 是地上十地的菩萨 所以呢 他 这个 就是本伐 职佛 职佛呢 它就是讲经 为什么要说小城呢? 因为她是三界火载 举了一个譬如 譬如之后 这个静说 接着四大声门 这个衰菩提加尖言 和穆建年大家涉 四大声门 长老 接着就领解 说她领悟 接着她就送封一个譬如给她 送封一个譬如 就是这个穆子徐芬 穆子徐芬的譬如给她 给佛 佛就觉得他们知道了 就是领会了 领会之后就受记了 这个时候大家涉受记 加尖言受记 穆建年受记 接着这个就是第二周 第二周中庚的人就用譬如 上庚的人就说给她听 说法就可以了 中庚的人就要譬如 所以顺解稳 药草稳 受记稳 这个就是中庚的 下庚的呢 下庚的 这个因缘说 就是说呢 这个呢 在三千层点劫之前呢 你们是跟我学的 十六王子 十六王子 最后那个就是 释迦牟尼佛 就说法花经 你们都听过法花经 所以现在才会 会没有退职 因为你一说法花经的时候 五千退职 五千个小城呢 以为她正了一道 不用再学了 那她就 你现在说我们 我们入列盆 又是你说的 那现在入了列盆 你又说不行 那她就走人了 那她走了 五千对职 一说的时候 五千走了 因为 现在都是的 现在你和小城的人都 都说不了 她都不信 大成非佛书 她说对 你说大成非释迦牟尼佛书 我说大成的老师 是拿佛书 对 大成的 不是你说的 本佛书的大成 这个释迦牟尼佛 一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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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她的 柯行十二方等百二十二年 波夜藤花炎 最初三七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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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大成是 色加麦尼佛 也都可以说 因为佛书一音说法 众生除雷 得解 所以 这个色加麦尼佛 也都不只是说小城的 因为她是佛的时候呢 她自然有能力呢 说一样东西 个个都听不懂东西的 就是很简单 只想你听什么 就给你听 其实呢 这些是 尤其是在定里面 对吧 个个人看的东西都不同了 所以以前的杜顺国师 杜顺国师呢 他做主持嘛 三归衣呢 他就离开佛堂了 那个使者在那边跟着 他说 师傅你念什么呀 我验这个《花盐经》 他说 你念《花盐经》 走过几步路 念了多少 我念了整本 我念了整本 我不信 不信 不信 集合大众 每人派一本《花盐经》 杜顺一坐进去 入定 每人听到不同的东西 每人听到不同 有些人听到第一 拿到第一本 那个 就听到第一决本 拿到第二本那个 就听到第二卷 拿到第三卷 那个就听到第三卷 八十花盐 同时念完 八十一个花盐 同时念完 所以祖师都可以了 何况是何况是法 所以佛想你听什么 就听什么 所以佛可以说大成 亦都可以说小成 亦都可以说金刚成 所以全部都说释迦牟尼佛 说 其实释迦牟尼佛 可以用他的本身去说 可以用 大日如来去说 亦都可以用 露诗罗佛去说 露诗罗佛去说 露诗罗佛的书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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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诗罗佛书大成 露诗罗佛书大成 露诗罗佛众 五百大尺受寄稟 五百大尺就拧悟了 证书 三千层点结的时候 不要和你们说百花经 这个是她姻缘说 以前她叫姻缘 你才听得到 接着就拧解了 这个挪后挪的拧解 接着就说个医女明珠 报答她 我们知道了 接着就说个譬如 我们医女明珠 我们以为不见了 我们又不知道到处找 所以最多是什么术程 受机 所以整个 整个 整个妙法 年花经分了本职二门 所以除了罪品之外 这个由第二到第九品 都是讲释迦曼尼佛 到这三个更器的人 到后面那五品 那五品是法师品 这个 法师品 就是讲这里 所以这里 你听到之后 你就明白了 明白了 原来《法花经》 都不是这么复杂的 是讲这几样东西 我们现在由头 这个方便品 那里说你了 这个 因为讲了大家的印象之后 那讲下去你就明白了 原来 它是三更 三周说法 三周说法 这个上更 中更 下更 这个赛利福 是上更 所以方便品 就是对赛利福说的 赛利福一听了之后 就明白 明白之后就受机 那接着 这个四大声明 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呢 就开始用譬喻品 讲这个 火炸 那这个 接着呢 四大声明 听不明白之后 就讲一个譬喻 这个 譬喻 给佛听 讲这个 讲这个 童子徐分 那一路讲下去 那这个呢 这个呢 那我们呢 现在就讲到第二品了 就有二十八品 那第二品 那第二品呢 就是职门 那就是说本职二门 那本门的要点呢 在显实上 就是这个呢 就是实在有个佛 历史上面有个佛存在 但是这个佛呢 是千百亿化生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是千百亿化生的佛 那这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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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佛呢 是这个 劳赛罗佛 你叫做 贤劳赛罗佛 就行 贤劳赛罗佛 就是化生见不到的 十地以上的菩萨 才见到贤劳赛罗佛的生 所以墨宗 是十地以上的 就是金光沙多 那些十地以上 那如果你是普通的地上菩萨呢 都是见到这个地上或者地前的菩萨呢 都见到这个劳赛罗佛的生 所以我们这个大乘呢 一出了这个呢 哦 那什么都搞定了 发布化生生都搞定了 所以呢 在这个墨宗来说呢 有金光界和胎藏界大日 金光界大日呢 就是劳赛罗佛 胎藏界大日呢 就是贤劳赛罗佛 他睡得刚刚好 所以呢 他虽然这个 这个日本呢 虽然是说 这个贤劳赛罗佛 跟着呢 就释迦麦尼佛 大日和释迦 一个是本 一个是职 但是呢 他在这个贤劳赛罗佛里面 又分了两个 一个是金大日 一个是胎藏界大日 一个是金光界大日 这个呢 是讲做事的 这个是劳赛罗佛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 一个 胎大日 胎大日呢 就是真正的佛 真正的佛 就是胎藏界 我们本有的 这个金光界呢 就是讲后天修成的佛 前面那个呢 就是讲我们本有 胎藏界呢 讲我们本有的份 所以呢 这个 也都 也都没问题的 那这个方便品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 罪品里面说 零生一会 大众 惊讶此土 他土六岁上 零生一会 焉然未生 这个二十三岁 智者大师就入 这个 花禅陀罗尼 见到零生一会 焉然未生 见到零生一会 焉然未生 其实呢 时间是没有的 这个宇宙里面 是没有时间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入了 瞬间空间 那么 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过的 西安的时候呢 几个 刚刚学的人都 都入了瞬间空间 找不到我们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智者大师也都可以 用瞬间空间 那你 虚空粉碎大地平臣呢 也都是瞬间的空间 所以这个时间呢 是相对的 不存在的 所以呢 Youtube上面有一个呢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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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名字叫做什么 八 不见了八年 然后就找回 就是说 1954年呢 有两个人 参加这个 气球大赛 那么 五十个热气球 就飞去波特科尼国 那么经过这个 这个白霸达的时候呢 它就突然间消失了 五十个大气球 五十个气球 就消失了一个 那四十九个 咦 突然间不见到一个 那么跟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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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九九零零了 一九九零年 古巴的战艦就发现 咦 有个热气球 有个 有个雷特上面 看到有个东西 跟着用飞机去逼降 那么跟着就捉了他们两个 哇 你做间谍 做间谍 那么有个人就说 没有啊 冤枉啊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 我的身家这样比赛 那么突然间呢 那个身体好像很热那样 那么跟着就见到你 就战蓝了 跟着就逼降了 一刹那 所以你三十六年啊 三十六年啊 你去到哪里 三十六年就没事了 不只是一刹那 所以时间是没事的 也都没有老到啊 你都叫做老到 那么记者去查 就查回热气球比赛 就很盛事 一查 原来查回这两个人啊 他说 这又没有老到啊 那么你过了三十六年啊 我们过了三十六年啊 你过了一刹那而已啊 所以时间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说时间是没有意思的 不过呢 我们也是有意思的 如果说到七点钟 七点钟才知道 我们是有意思的 他们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呢 这个时间呢 它是瞬间空间 所以这个是没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 这个 所以呢 你们不用怕修正土 哇 永生去到那里 无量寿 无量寿 就是一刹那 就是 你去到的时候呢 教识你 就马上拿回来的了 所以乌生被疼到延迟 马上就回入 娑婆到世界 一刹那 这个无量寿 不要以为可以 去到那么久 去洗澡 其实不行的 就是 你明白了 就拿回来的了 所以就 不用怕 哎呀 去了正土 那众生怎么办呢 你不用怕 去了正土 只是学校来的 畢业就自然讲你下来的了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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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生一会 这个呢 这个大众都惊讶了 六年六岁 那么 这个 佛呢 蒙树菩萨呢 跟着呢 就蒙这个佛的出世姻缘了 蒙树菩萨呢 就入这个 这个 无量二处三昧 起生 选择智慧第一的 舍利佛 因为这个 是当机仍是 最有智慧的 这个是上根 方便 这个 方便的意思呢 就是暂用 然后写 开方便 方便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不是最究竟的 就是用着先 那 就会放的了 所以呢 天台中有三种方便 第一就是法用方便 第一是能通方便 第一是秘方方便 第一 第二呢 是指这个 法经 这个 以前的42年 这个 这个 方便 法方便 先讲小城法先 四年 柯行十二方等 八二十二年 百二十二年 波野谭 这些都是方便说来的 这个呢 这个 四十二年 都是讲这个 能通方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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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花经》所说呢 是以前的 现在的 更器成熟呢 所以呢 就讲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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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本怀 所以呢 老法师 觉得真是好 槍佛本怀 所以这个 本身的 佛的意思 本身的意思 就是叫你成佛 没有理由 他自己成佛 不叫你成佛的嘛 自己叫你入职附 那他就成佛 甚至在五乘居天那里等下 等多久 不知道等多久 没有职附 不知道多久 所以呢 所以呢 没有理由的 所以呢 这个 法教一定是勸你成佛的 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怎会不成佛呢 所以呢 现在 现在反而呢 我们学回小成 啊什么 四念柱啊 啊什么 他就一次说四念柱 说四念柱 所以呢 这个 四圣梯 四圣梯 是没有问题的 四圣梯 是负责滅道的嘛 虽然负责滅道 都不是大成的东西 大成都没有苦 你拿苦给我看看 所以我们没有苦过 人生到现在 六十六年 没有苦过 一定 碰难 当然有啦 是吧 就是你吃得多又困难 吃得少又困难 困不着又困难 困不着又困难 各样困难当然有啦 但是你做人 当然要面对嘛 谁当他是苦 没有苦的 当他是烦恼 你对他是烦恼 你自己想当而已 是吧 其实人你每天都不妥的啦 哪有东西是妥的 是吧 你要的东西 未必一定得到嘛 人生不如以之事 十有八九 那你就起烦恼了 那你整天都烦恼都行 所以呢 你当他是必经的过程 你经一事 掌一致 总而知他要来 他要来 那这些是业来的嘛 没有运法 业成熟 那就要受了 受完之后就没事了 过完一关又一关 所以呢 好似我说的 开车来这里 三个红绿灯 九个人拍快想啦 那你去到那里便要小心一点 过完一关又一关 过完一关 下一个快想又到 你又要小心 那当然有困难的 但是过了之后就没事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是困难 也不要以为那些是苦 不要以为那些现在很痛苦 其实是没有痛苦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心 你的心认为它痛苦就是痛苦 不痛苦就是不痛苦 所以你说 那我们就痛苦了 你离婚痛苦 那我们没有结婚 就会痛苦 所以你说痛苦 不如痛苦 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小别人吵 没有问题 你离婚了 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所以这个 你认为痛苦的东西 不是痛苦 所以大成不讲痛苦 讲常乐可静 我们都很怕 不会痛苦的 那麽可能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当然要解决 但是这些是预计的 你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做人 所以你不要当它是痛苦 可以 所以苦衷面道 其实都不对 都不对 不过 也有些人 因为他因痛苦而学佛 所以最早那些 色尊最疏道的徒弟 都是痛苦的 那些有痛苦 有障碍才是学佛 所以跟他们讲苦衷面道 跟他们讲这个 公生不正 公秀事故 公生无常 公法盆 我都对的 从这个色尊的智慧 这个智慧 这个方便品 这个就是天台所说的 第三个秘密方便 这个秘密方便 就是说这个方便 第一第二个呢 就是四十 因为四十二年说法 他是七十二岁 二岁讲法花经 就是前面那四十几年说法 那这个方便品呢 就是最后来 就讲法花经 这个终极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方便品呢 这个方便品呢 就是这个世尊 从这个无量二三未起 就叫十大弟子的摄利福 提出一个问题 摄利福 不论十方诸佛的智慧 或者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或者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到底不是你们二成之辈所能规知的 这个摄利福呢 是长老来的 就是最大的长老 摄利福武建廉一起 一起跟佛学佛的 他是外道来的 最先是外道来的 这个最先学佛的 这个跟乌头临佛的 佛就说 这个摄利福武建廉 你的师父骨头临佛呢 他呢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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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万大劫 就是入定可以入到八万大劫 最后呢 都会 这个 飞上飞上 飞上 祝天的 最后都会堕落的 所以呢 这个摄利福武建廉 就跟佛去学佛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耶舍啦 接着摄利福都是一千二百五十人里面的 第一个是耶舍 接着就跟着摄利福武建廉 三家业那些 所以呢 这一个 摄利福是最早的 而且智慧是最高的 所以呢 哇 他以为他自己 已经是大师兄了嘛 已经静到 静到阿罗汉了 那当然是最高的啦 天上 天上 天下 無如我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以为他最高的 但是佛突然间说 摄利福啊 穆建廉啊 摄利福啊 你的智慧呢 不及得佛的智慧 我的智慧 和十方知佛的智慧呢 不是你们的声明所能够看到的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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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经常讲个故事 经常叫我 叫我方便 贵意 我经常讲这个故事 讲这个 中善根 中种子的故事 就是这个 有个人 在奇弘星社 想出家 喝醉酒 那摄利福啊 穆建廉就跟他官了 八万大劫都没有善根哦 那怎么可以出家的 那吵到佛出来呢 佛出来呢 就说 他想出家 跟他看到 马上他就正摩托汗果 那摄利福啊 穆建廉就说 咦佛啊 那我们官过他 八万大劫都没有善根哦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突然间正摩托汗果呢 他说呢 佛说你们这些这样的声明 你只能够知道八万大劫之内的东西 不知道八万大劫之前 他是一个朝夫来的 所以他一天呢 上针道斩柴 遇到那只老虎 那只老虎呢 他就爬上一棵树那里 那只老虎呢 那棵树 那棵树就断了 树枝断 树枝一断 他就跌下来那时呢 在空中呢 跌下来 未到地那时呢 你担好了 接着呢 就被那只老虎吃了 因为有这一声 有这一声南无佛的善根 只是说南无佛一声 那接着呢 就被老虎吃了 吃了这一世 因缘成熟了 就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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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善根呢 是需要的 无论你现在觉得 好像很简单的 龟仪 整天都在龟仪的了 其实不是的 你想念一句龟仪呢 都不是义事的 你现在走去其他地方 叫那些人念龟仪看看 你惹你了 大佬 你去投资站那里 你去那里 你去那里 你龟仪法 那里 大家来事过来 所以呢 不是这么容易归宜的 不是个个都想归宜人 所以呢 见到你都 都未必一定开心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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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哎 说啊佛 有什么不同啊 这个 此 舍尼佛 不可说 唯佛与佛 究竟尽诸 实相 这个呢 舍尼佛就问了 哎 有什么不同啊 你讲吧 你讲 你讲什么 那佛呢 就说 不能说 这个 诸法实相 这个诸法实相 就是实如是 义是相 义是声 义是体 义是力 义是用 义是音 义是元 义是果 义是 佛 义是本末 究竟 就是 世界上面 每一样东西 都有 有他的 有他的 上 这支 有他的 上 那这支 有他的 性 这支 没有性 这支 笔的性 能够 你讲人 是猫 义是相 就是猫 那只猫 有义是性 猫 要吃鱼 有 义是体 有这样的身体 他的部体 他的部体 义是力 那猫 会捉老鼠 叫他力容 义是捉 义是捉 他要运作 每一样的猫 会运作 那只猫会运作 义是因 为何会做猫呢 有他的因 义是元 那刚刚 他在你那里呢 因为你和他有缘 所以他才在你那里 义是果 那当然 第二天会受报的 除非和他打鸡衣 那猫究竟可不可以鸡衣呢 你说可以又可以 说不可以又可以 你可以代它鸡衣 代它鸡衣 代它鸡衣 也有用的 其实猫鸡衣 就是你代它鸡衣 人家是宠物鸡衣 其实宠物是听不到的 你听不到的 又怎能鸡衣呢 鸡衣完之后 他又不是照吃老鼠 照吃小孩 他不会在他心里面 留下什么的 但是这个你代它鸡衣呢 是一样的 你代它鸡衣 你代它鸡衣 中了个种子 在他那里而已 所以你说 寵物鸡衣 有又可以 没有又可以 你说 是不是真正鸡衣 当然不会 他不会知道自己鸡衣了 但是也都是 中了个种子 至少他都 第二天 第二天八门大劫之后 他也都会醒觉 你代它鸡衣 所以 你要代它鸡衣 看佛菩萨的恩怨 如是报 如是本目究竟 所以 各种东西都有它的金敬 即是说 因果微妙能知 为佛与佛乃能究竟 即是这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 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有姻缘的 为什么你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为什么我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大家都有姻缘的 以前 这个无量劫之前 都种下了一些善羹 一天就是你踩我一脚 一天我踩你一脚 大家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呢 我们是 每个人有自己一个世界 每个人有自己一个世界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同一个世界 其实我变我的世界 你变你的世界 所以第二天呢 如果 削了的时候 不关我事 你削了 削了就看到不同世界的东西了 你这么青山那些人的世界 不跟你的世界 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 但是我们一起 因为有姻缘 在一起的时候 就好像在同一个世界里面 其实呢 我们自己建盟各支 这个世界 是我们的建盟各支 变出来的 遗息所变的 那你有你的遗息 我有我的遗息 那大家看下去 为什么一样呢 大家有这样的姻缘 有这样的业 大家有这样的业 你踩我一脚 我踩你一脚 不是你 不是来追债 而是橫债 你们应该很清楚 追债 而橫债 没有就不知道 你们清楚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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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大众 自从这个 我等自小尊成佛 我等自小尊成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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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信世尊 信服其所说 正得阿罗汉果 今已是说 佛智其趣能解 佛义能推量 究竟是虚妄 亦或今是虚妄 究竟以前 你一承佛 我们就跟着你 承佛 承佛 承佛之后 六年 接着 戏子就出家 回去靖民王 戏子出家 跟着你 现在 焦层园 根本是派去的 这个 这个 蜥族的人 派去保护他 所以呢 你一承佛 我就跟着你了 你说什么 我们都要收 收到我现在正了 阿罗汉果 你就说 哦 我们那个 我们以为 这些是极果 来的 但你就说 不是 这个佛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 那还有一样东西 比我们高 我们就是阿罗汉 已经是最高的 所以呢 不明白了 那么 世尊就说 这个 这个社尼北 又从大众请了 有什么法 你快点告诉我们 你听 然而 世尊是子 四里福 三道制止 也就是三请三子 就是 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怕他们 怕他们不明白 愿意 那么说到第三次的时候 这个世尊就说 愿意恩勤 心请 起得不暑 严根太乘 善思念之 当为愿分别解说 说到这里的时候 五千退职了 我们是最高的啦 你还有一些高 比我们的东西 就是我们 你究竟以前那些东西 对吗 以为现在那些东西 所以五千个 曾上问的 五千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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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 没有理由叫你们成阿罗汉的 那所以呢 以前有个叫佛光 是杨特法斯的徒弟 杨特法斯是正阿罗汉的 他们说 一百年里面最威衰的 现在走了去美国 那么 那么 他是经常在胡大会住的 我经常问他 佛和阿罗汉有什么分别 在那里争辩论 在维多利亚公英三步的时候 跟他争辩 这个佛是大阿罗汉 因为他们说佛是大阿罗汉 佛是大阿罗汉 为什么佛有这么多神通 你又没有呢 那么他就说 就是佛收得很久 那为什么 你又不收得很久 又为什么不和佛收得很久 那他就说 现在你肚饿嘛 肚饿 肚饿就是你有痛苦 肚饿 那我在街边吃一碗正面 就飽了 左左耳蹦蹦 你睡大觉 告诉你什么 但是佛是不同的 佛就是拿虎离生 他说五百大劫 要存钱 我走去半岛酒店 延开八夕 请了那些亲朋戚友吃 那他就拿虎离生 就是你收那么久 那又租了那些福布 同样是饱 那些吃的 街边吃一碗正面又饱 你在半岛酒店那里 延开八夕 请了那些亲朋戚友吃又饱 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饱了就算屋 凡行已立所在已笨 但是我们当然说 我们想延开八夕 我辛苦一点都要 好过大家都饱 不过我们满足一点 他又不信 饱了就算了 怎么知道你饱不饱 所以这个是大家不同的 他怎么都不相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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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大阿振騎劫 之后呢 才成分会好过他 现在就正在阿罗漢国 所以这个五千对席呢 是一定的 一定有人不相信的 这个呢 这个呢 那这个呢 那接着就告诉了 五千对席之后呢 就说 佛以一大事因缘 降临于世 欲令众生 就开佛之见 是佛之见 悟佛之见 入佛之见 开事悟入佛之见 开事呢 第一 说你们众生可以成佛的 那这个呢 这个可以脱离痛苦了 因为众生那时候是痛苦的嘛 所以这个藏教 最先呢 这个开呢 就是藏教 三藏教 小诚的 说可以脱离痛苦 这个开佛之见 就是可以脱离痛苦了 没有讲成佛字 成佛呢 成佛呢 成佛呢是是 是呢 通教 藏通别人 通教 是是 但是可以成佛的 维摩揭 维摩揭经 聖孟夫人经 说你们呢 可以荒等了 就是说可以指示 你这个小诚呢 不是究竟的 所以呢 就开始 悟 悟呢就是慢慢悟了 慢慢悟 这个就是花形了 别教 别教呢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收 收大 收大 三大阿僧騎劫的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经过三大阿僧騎劫呢 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看更器 你更器 三大阿僧騎劫 可能很久都不定 但是也都可能是一三下 你看看你的力有多大 不是一定的 所以呢 時間是不是固定的 所以呢 看看你多少 如果是根器 没有那么高 这些是菩萨 已经是界外的菩萨 他都要经过三大阿僧騎劫 但是 如果一些根器好的呢 就不用经过三大阿僧騎劫 直接呢 就入佛之劍了 这个龙女宴珠 马上成佛 这个呢就是原物 作物通别圈 这个开佛之劍 我告诉你 可以脱离痛苦 不要说成佛之劫 这个人是小城嘛 你等他说成佛 他都不讲的 你刚才跟你说的事 你这些小城呢 你这些小城呢 你这些知名好啊 这个这个 我告诉你这个 这个苛小阳大 这个是指示你的正路 等你等你等你 这个花园了 逐步逐步收 这个十字十文十回 等国妙国 一路一路十地 这个十字十文十回 十地等国妙国 这个逐级逐级收 这个叫别教 原教呢 就是龙女宴珠 马上成佛 跟你带你的人呢 马上就进去 所以开示 误入佛的资件 这个呢 这个方便品呢 这个呢 以前这个 这个世尊重三母戚 告社尼佛 所以这个方便品呢 是这个 无谨自说的 因为佛 突然间 跟社尼佛讲的 因为社尼佛都不知道 他的智慧 和佛有这么大的分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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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十年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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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便品 以前呢 那么 那么 对佛的 社尼佛呢 为首的 二十年 那么 这个三子三请 那 这个一念二话 那么 这个因为社尼佛 指社尼佛 不须是 若是 是 一世世更 朱天日 佳东京 以 因为为什么呢 以前叫你们成阿罗 现在叫你们成佛 所以呢 跟着呢 五千起去了 五千退者 那么这个 社尼佛 宏河 名为 諸佛 以一大事 因然出现一世 諸佛 欲令众生 开佛 使清静故 欲示众生之之见 故出现一世 欲令众生 誤佛之见 故出现一世 欲令众生 这个 入佛之见 出现一世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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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品呢 一讲了之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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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白了 这个叫正说 就是方便品正说 就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只不过是方便的 这个正说呢 摄利福 有五段的 一个是正说 一个是领解 领解 就是摄利福领悟了 接着述成 世尊述成 当时 懂得尊 看射利福 尊述 尊述 就知道他明白了 那对射利福 就说 这就是成就 这就是成就了 吴金 吴亦天人 沙阿门婆罗门等大众中 我筻可 我筻情移疑问亦佛所 为华相道顾上交化缘 愿亦长夜随我授学 我已方便引导愿故生我法聪 舍离乎我识教愿 致愿佛道如今衰狼 以便为自己得灭道 我今欲魂愿亦念本愿所行故 为诸声闻说大成经 明妙法莲花教屠杀 伯伯所互念 这个就是述城 就是说知道你明白了 接着就受记了 意思是悉尊明白 罪述赦离乎的过去世 给予成佛的既别 赦离乎今日所证 开心遣一之德 将来一定成佛 名叫做花光黄如来 这个杀为离架 时为大补庄业的一个时间 那个时间叫做大补庄业时 好像我们现在这些星秀劫啊 这些未来星秀劫啊 现在的钱庄业劫啊 业劫啊 这些所以 这个叫做大补庄业劫 或者是这个花经里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赦离乎 赦离乎 这里每一段都有五段的 每一个上中下根据五段的 有证书 就是讲方便版啦 接着领悟 就是讲这个赦离乎知道啦 领悟赦离乎就没有讲譬如 就是因为他用譬如 譬如讲就是譬如答啦 所以下面那个领悟呢 就讲这个譬如出来的 但是赦离乎是 就是一听这个法就明白 因为这个法 法说粥嘛 所以赦离乎就只是讲这个法 就没有譬如的 那述盛 这个世尊是最述以前的事情啦 接着是受寄 这个天龙百步就欢喜 这个人非人 这个街大欢喜 这个四众控建式专与社利福 这个社利福花光如来的授记 都欢喜啦 所以每一个有五段要欢喜 那这个呢 这个就讲完这个方便品 那方便品呢 那现在讲譬如品啦 等等 譬如品 譬如品 因为这个授记是譬如品来的 刚才呢 这个方便品讲完了 那这个授记呢 就在这个譬如品 那这些譬如品里面一边讲下去 那这个 这个呢 我们看看譬如品那里呢 譬如品那里又再讲了 上庚 中庚 下庚 上庚呢 就是法朔周 即是第七页 法朔周 即是法朔周 即是用法来讲就行了 四厘法就是第七页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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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庚呢 就用譬如 加业 加业尊者 穆建年 这个用譬如 药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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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草品和譬如品 药草品和譬如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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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记 那 夏庚呢 就是富楼罗 和这个 五百 弟子授记 那这个 就是夏庚 就是用姻缘 以前呢 有什么姻缘 这个姻缘 譬如呢 就是说了譬如 那譬如品呢 现在就正式讲譬如 这个 火集的譬如 第八 这个火集的譬如呢 因为 赐利福 用法 告诉他 这个方便说的 那赐利福就明白 马上就有些筹记 那四大声门呢 就未得的 未知道 所以呢 就讲譬如 譬如呢 佛呢 就说 这个呢 在第八页中间那里 开辟 开辟呢 就说 开始譬如 这个呢 佛对 射利福 某国的村落 有一大长者 大长者呢 尝尽世间一切生酸 具有真正圆满 偉大的人格 年龄已经很大了 去支配所有的财产 这个是说佛啦 全家劳部共有五百人 五百阿罗汉大家族 所以呢 他有房子非常大 但是建筑古教 已经是破落了 白矮柱了 就来倒了 这个梁也都歪了 所以呢 但是呢 大宅 虽然是这么大 但是一个门 所以呢 非常之合宅 那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看到长国起火了 火炸 火炸 三界火炸 一栋门呢 表示一城佛法 就是由一栋门 可以走得出的 其他的都是方便的 那些不是真正的门 所以呢 所以呢 他长者有三十个儿子 想着大火来 想着那三十个儿子 想着玩 不肯去 三十个儿子 就是三成佛法 三成 三成就是 就是声盟元国和菩萨 这三成 这个呢 这一个三成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着火了 那要救他们出去 救他们出去呢 可以硬硬捉他们出去的 但是 门窄嘛 你捉他们都捉不到 那么多 一捉就捉三十个 那你很难捉的嘛 那长者都想着一条条 想着一条条 就说 哎呀 你们呢 快点走出去外面 外面我和你们买了三部车 一部是洋车 一部是绿车 一部是牛车 那那些儿子听到 哎哟啊 爸爸和我们买了些车 哦哦走啊走啊走啊 那大家捐捐获名捐捐 捐了出来 捐了出来的人呢 就问长者拿了 咦 你说 你说买些车给我们的 为什么 没有洋车 没有绿车 又没有牛车的 哦原来长者说 你不用怕了 我要一部大白牛车给你们 那所以呢 这个叫合三贵 那这个譬如呢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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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这个譬如之后呢 就说了 那这个 我现在说 有这个大白牛车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这这就是网银呢 其实呢 告诉他们有洋车 牛车 绿车呢 是一个方便说来的 其实最主要呢 是叫他们出来的 出来就给一部大白牛车 那这个大白牛车呢 就是长者 长者就是如来 卸车呢 就是三架啦 一门呢 就是一成的通路啦 三十呢 就是三成啦 火灾 就是烦恼啦 烦恼磁食 所以呢 其实是没有烦恼的 自己拿来的 你不要 不要以为烦恼 人一定要过这一关的了 你一天都没踏去 踏个棺材呢 你都要有烦恼的了 你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 你以为 可以没有 其实不可以没有的 一天就正道 一天呢 就 就 就 三车 三车呢 是三成教育 大白牛车呢 就是一成佛法 所以这个是一成佛法 那究竟 那些人呢 就说了 究竟有三部车 四部车呢 那是两个说法 所以呢 这里呢 就是我们整个佛法的精华在这里了 这个东西 军衣 此车的 譬如 羊车 绿车 牛车 那大家都知道了 羊车就是小城 就是声盟 就是这个阿罗汉 绿车呢 就是匹之佛 牛车呢 就是菩萨 这个没问题了 那以及大白牛车 古来学者之间 有主张三车 四车之主 三车呢就是主张有羊车 绿车 牛车 牛车 牛车与大白牛车呢 同样的东西来的 牛车和大白牛车呢 同样的东西 车体无变 而四车呢 就以为牛车和大白牛车呢 完全不同 那究竟有哪一个呢 那三车呢 那三车呢 就是三轮中的家长 三轮中 这个法相中的慈英子的规机 提倡这个三车而已 为什么三车呢 三车呢 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都为自己 为自己的中辩户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花言的分开五教 就知道了 将细转分开五教 一个小乘教 小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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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花言分的 一个呢 大乘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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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两个 一个中官 一个遗息 那还有大乘遁教 大乘遁教 这个是禅宗 禅宗 大乘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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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法花就说自己是原教 这个梁光泽的法花就是说 赤龙女宴珠都不用收他就成罚了 就是你自己能够 因为这个修行三大科精骑劫 不是必然的东西来的 就是你看他的跟气而已 顿跟的人把上成罚 所以这个是法花 所以说五教 现在这里就是忠公猥息之争了 这个加强就是三论中 加强就是吉祥子的吉祥 就是三论中的 中论十二门论八论 这个是忠公 这个是大城仓门来的 这个规矩呢 规矩就是规矩的 所以规矩的规矩都说自己可以成罚 所以三车就够了 牛车和大白牛车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是有牛车了 有牛车要不要大白牛车 牛车和大白牛车是同一架车来的 其实就是牛车 所以他说忠公也可以成罚 这个遗息也都可以成罚 忠公就说 你所有放下就成罚了 又见珠相飞相见如来 所以这个忠公就说 这个胸如来藏 我们说虞内藏有两个 一个是胸如来藏 这个是北胸如来藏 大家都是虞内藏 北胸如来藏 一个是胸如来藏 一个是北胸如来藏 北胸如来藏就是遗息 遗息就说要经过五重遗息官司 就可以成罚了 去无前睁官去什么 那忠公就说 你自是钢腹色 北下野藏藏 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你自己假裁他骗髒 你已经不能够成罚了 你自是钢腹色 北下野藏藏 又怎能够成罚呢 但是 这个遗息就说自己可以成罚 所以呢 遗息就不会说有一个 胸不胸如来藏的 但是花言呢 和法花呢 就说是胸不胸如来藏了 所以说四车就是光扎的法宏 光扎子的法宏 天台中的智海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就说四车 因为我们这个是空北空如内藏 我们这个大乘的宗教 空北空如内藏 这个花盐的法藏 法藏四祖也说是空北空如内藏 所以这个大乘仓门 中宏遗息是大乘仓门 在这个花盐和法花 才是最究竟的东西 所以分开四车和三车的说法 所以这个中宏遗息是大乘的仓门 你现在就是读如家思地论 读到通沙你都不可以成白 因为你只得到北空如内藏的遗息 你始终有个时辰 北色北霸野层安 那样东西 你始终要清净自己的意识 但是你始终都是空的 你始终都是空的 波也如大火水足之得法 所以呢 所以呢 一个空如内藏 一个北空如内藏 而成佛呢 就是北空如内藏 所以这个空如内藏是什么呢 成佛是烈盘 成佛是烈盘 所以你一定要烈盘的 成佛一定要烈盘的 因为自己要内心清静的嘛 才能够自利 这个自利 那么北空如内藏呢 就是蒲太 转白色成四 这个蒲太 所以成佛呢 是有两个果的 一个大蒲太 一个大烈盘 大烈盘呢 就是中宫 就是空正空性 就是完全没有烦恼了 一个呢 就是大蒲太 大蒲太呢 就是转白色成四 四字 那我们来度众生的 如果你完全没有烦恼 那怎么度众生呢 用什么来度众生 空啊 空啊 回来人家叫救命 这个好听的 什么来的 唱歌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救命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空啊 都不知道你叫救命啊 所以呢 你一定要空 北空如内藏 又要空 这个是自利 就是没有烦恼 就是自利 但是这个蒲太 要利他 这个是救霸众生的 转白色成四字 你还要有大圆镜字 有这个平等性字 妙观察字 和这个 和这个 成所作字 你要度众生的嘛 那你怎么能够空呢 是吧 所以呢 这两个都是大成仓 来的 其实呢 你知道什么叫大蒲太 什么叫大烈盘就知道 但是 但是 白花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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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北空如内藏 白花呢 就是大烈盘 白花就是烈盘 白花就是大烈盘 白花就是大烈盘 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 就成佛 那么这个就是烈盘了 就是没有烦恼的 我们本来就是没有烦恼 本来就是自性烈盘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花盐呢 就是烈盘了 花盐呢 要绑地嘛 慢慢烈吧 十次烚盘 十回香 但是花盐呢 是逐隙逐集收的 这个虽然是烈vt交的 但是这是奥太来的 花盐 这个他是做忠生的 但是 这些是完asy的 但是 轻无法的 这样 这么多 就是 第十二次 菩提 但是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佛教來講 除了小成我們不講 變成佛是講這個阿涵十二 方等八 阿涵就講了十二年 方等就講了八年 等他回小向大 這兩個就不要管他了 這個二十二年波野譚 波野譚呢 波野就是這個宗公來的 波野就是宗公 波野就是宗公 這個二十二年波野譚 花鹽最初三十一日 這個就是遺息 花鹽就是遺息 花鹽就是遺息 這個最先就是遺息 這個花蓮盆共八年 這個就是宗公加遺息 但是花鹽的遺息 就不是遺息中的遺息 因為那個遺息中的遺息是講污染的阿涅耶識 花鹽是講清淨的阿涅耶識 講佛的阿涅耶識 講佛的阿涅耶識 阿騎陀式 遺息在焚呼叫做阿涅耶識 在百地菩薩叫做義塑式 在成佛叫阿騎陀式 所以花鹽是講成佛的阿涅耶識 而這個遺息中是講這個 所以花鹽雖然是作虛空佛事 這個盜余孟眾生 他仍是要做事的 所以他不會全部都空了 所以發花和花鹽 發花和花鹽是最高的經典 所以這個發花和花鹽都是中國有的 所以本佛的根器是在中國 就是他所講的東西是中國的 中國就是講花鹽和什麼的 所以現在你看看其他的宗教 他其他的宗 不是其他的宗 密宗的西藏的 Student 他有花鹽 雖然有花鹽有花 但是他是不齊的 這些東西是不齊的 因為分別過去的 但是正式的事情是在中国 所以教理最原本的都是在中国 这个三车讲完 接着是信解品第二 信解品第四 信解就是四大声盟 就是衰菩提、加尖言、摩加斯林、穆建廉 听完这个佛讲这个三车遇 这个火灾 他们就信了 因为每一个都要证书 证书就是一个譬如来的 譬如就是这个譬如州里面证书 就是三车火灾的遇见 《四大声盟》表示领略和了解 就讲了一个长者穷主义 或者长者穷主义 长者穷主义就是说 这个长者 这个长者 这个长者穷主义 这个也是第八页来的 长者穷主义就是 这个细尊 这个细尊 《我今乐说辟以名思义》 这个四大声盟就说 细尊啊 我现在知道你说什么意思了 我要说什么譬如 来明白 来表示我们明白 所以说这个长者穷主义 就说这个长者穷主义 就说这个村里有个大富长者 有很多钱的 长者跟个小孩去街上玩 街上玩的时候 塞上了五十年 塞上了五十年 最后就遇上了个儿子 遇上了个儿子 遇上了个儿子 立刻就说 哎呀你是我的儿子 那些穷主义 硬硬抓他去 抓他回家 看见那个家里这么壮严 他就很害怕 因为他流浪得久 抓了流浪汉去你家里 他当然是害怕 害怕的时候要走 走到长者想想 不是办法来的 哎呀 首先呢 为什么要哄到他呢 就找两个 因为他是流浪汉的嘛 他找两个呢 没有那么威夷的 没有那么好看的人 就是跟他共上下 医生临流的人 就是二成了 这两个人去探他 探他呢 顾他随风 随风就是随风了 随风就是随风了 随风了 接着呢 慢慢呢 就是长者呢 就出来跟他们说 跟他们十天见他一次面 这个呢 就是方等了 就是出来跟他们说 就是长者慢慢才来 出来 长者都要穿得狂酸跟他说 或者长者又不能穿得那么漂亮 跟他说 这个呢 这个叫做方等 这个叫做方等 接着呢 说到最后呢 就将整个 整盘数交给他了 就是慢慢做 做职员啦 就是慢慢就随法啦 后来就升了做职员啦 那最后呢 就给他一盘数 给他呢 就是波野啦 给一盘数 就是如来的 如来的 成佛呢 就是全部要波野的嘛 靠波野成佛 所以就给他波野 那接着呢 最后呢 发花联盘长者就病重了 那就告诉他呢 你是我的儿子来的 那才说发花经 所以这里呢 就是五时书花 就是这样可以的了 那这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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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 这个 这个 比如 清怨大夫 这个就是花炎啦 那么 佛一成道的时候就讲花炎 但是朱星盟 仲如龙子雅 大害怕 说我们就是佛 哦 那很害怕哦 就是自己很害怕 那么 朱星盟仲如龙子雅 有耳不闻 微妙法 有眼不见赦罗生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跟着呢 默显二日 这个 既然他怕怕怕 就捉他 捉不到他 那就走 就是 因为走了去 走了去 六野院道 最初是讲花炎 花炎最初三七日 二十一日讲花炎 四十一位的发生大菩萨 不是四十一位哦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那么加上等国妙国 就是四十二位 就不是四十二位 四十二个街位的 四十二位的发生大菩萨 那么就听这个花炎经 那么说 朱星盟仲如龙子雅 有眼不见赦罗生 有耳不闻微妙法 那么他呢 就走 这个如来看都没办法了 那么就走去六野院 走去六野院 找找个五比丘 讲四圣体 三转四体法律 那么说 讲四圣体 所以呢 找两个默使二人 即是讲阿恒 即是花炎三七日 阿恒就讲了十二年 那么说了十二年呢 四圣体 十二恩怨 四念处 这些 这些讲了十二年 讲了十二年之后呢 这个父子相知了 这个呢 这个呢 长者呢 十二年出来见个儿子 那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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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来很有前途 长者就扮不好的了 就是扮不好看的了 就是都要扮才行的 你 那长者直接见他都不行 所以这个呢 就是方等了 这个呢 方等呢 就是《维摩蝶经》 《圣问孤仁经》 《贬小洋大》 叫你不要经常在脱缝 脱缝是什么意思呢 不脱缝 可脱的 脱缝是正常的东西 倒了下去就可以了 现在都不用脱缝 所以呢 这个烦恼呢 其实呢 经常去对峙烦恼呢 这个更加烦恼 所以呢 你觉得烦恼是正常的 应该的 不要说是烦恼的 因为应该是有困难的 但是不是烦恼的 你不要理它 不要当它是烦恼 你当它是烦恼 你当它是烦恼 本来没有烦恼 就变成烦恼 那为什么这么久呢 这么久呢 我怎么这么烦恼呢 那你自己拿来 要收得到而已 不要不要不要 你自己要求自己太高 我断了这么久 也不是断不了 断不了 断不了那只阿朗 我就是不想断 所以呢 这个 所以烦恼是与生俱来的 也都伴你一世的 你有没有想着去断它 也都不想着收得久 它就没有烦恼 一样有的 不过少些而已 少些仍然有的 但是你说我马上断了烦恼的 不行 变成小城 就算你马上断了烦恼 用大城 用禅宗 你下一世又再来 这一世断了烦恼 下一世又再来 不过会好少少 那就不同的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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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路一次面 安慰 穷子 所以 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就是 这个 这个 佳是佛子 这个就是法花了 所以呢 阿含十二方等百 二十二年般若藤 花炎最初三七日 花裂盆共百年 所以呢 所以呢 最后呢 就是和谷拓出了 那开辟 开辟呢 就是解释的 譬如这样 长者呢 即是色尊 穷子呢 即是一切众生 写父途日呢 即是亡失了 亡失了本性 你本来呢 周图好好的 你亡失了本性 这个 流转五十年呢 即是五度轮回 父子一成呢 即是 就是佛应生这三界 只向本国回归 那去到佛国那里 即是刚刚遇到 遇到的 遇到的长者 这个呢 佛和众生相遇 受故意憑你 即是外道 即是受外道法 因为这些外道的 没什么 没什么威德的方法 这个旁追 旁追就是花炎了 即是这个 随怨自说 因为这个 一成了一道之后呢 就是说自己的本离境界 就是和盆托出自己的 讲花炎 讲花炎 这个随怨自说 因为在正道的时候呢 就是讲自己的内政境界 内政境界 朱星盟 纵如龙齿雅 所以呢 就走去 引入了 就是用小城的修行 随分呢 顾他随分呢 就是断烦路 看信呢 就是整天去 整天去亲近他 十天到一次面 安慰他窮子呢 这个就是斥小向大了 领知呢 就是二城转教 就是这个 慢慢转立 波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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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爺呢 就是开心 引入洋车 路车 牛车 转到大白牛车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讲这个 讲这个 四大声门 自己讲自己呢 是领略了 就讲这个 这个窮子随分的故事 给佛听 佛听完之后 觉得 哎呀 你们讲得很好 那我又讲一个 给你们听 药草 药药 又一个 法花又有七个 譬如的 那佛又说 哎呀 你们讲得对了 这个 这个譬如你说得对 那我又讲一个 药药药给你们 药药药 那我说 签名四大声门 梦语来说 三大车的 譬如 领略开三选一的妙里 那以长者 同子 譬如 对答这个 佛的意思 那这个 色尊 为了证明四大声门 你真是了解了 我讲个 药药药给你们听 那这个药药呢 就是讲三药二木 三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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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五種雲景生長的植物 就是這個五穩 適受想行適 因為有些眾生是喜歡適 有些眾生是喜歡想 有些眾生是不同的根器 因為我們都是用適受想行適的 所以有些眾生是這個東西是比較敏銳的 那個東西比較敏銳的 所以就生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直在根裡面 喜歡適的 只要裝美 喜歡適的 喜歡這個生村溪谷土地 五種 適受想行適 眾生有偏好適受想行適 所以就有五種三草異木 三種異木呢 三種草 小藥草 就是仁天成 這些只是拜拜 求富貴 求中央甲彩 這些是仁天成 中藥草就是異城 異城就是中草 中間的 又不是大又不是小的 大藥草就是藏教 藏教就是大藥草 因為它是大城 但是它是藏教 藏通別源 小樹就是通教 因為它已經脫離草 已經回小向大 這是小樹就是通教 那這個菩薩 就是別教 別教 那你還說藏通別源 源就是佛 所以這個藏通別 因為這個方便來的嘛 三草異木都是方便說來的 都是未成佛的 原教就是佛了 所以藏通別就是佛了 所以藏通別就是佛了 所以小草就是仁天成 中草就是異城 大藥草就是藏教的行人 小樹就是通教 大樹就是別教 麥能就是佛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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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樹羽 樹羽 樹羽就有些 樹羽降下來 雪化 瘦潤 滋潤的羹 滋潤的羹就是教壹 教壽 壽益 增長 得益 哪種樹 佛是一陰說法 眾生除淚的得解 魚是只有一種的 只有一種魚 但是落同樣一場魚 但是每個五種東西 三草異木所吸收的東西是不同 大樹可以吸收多些 大樹就是別教的菩薩 吸收最多 小樹就吸收少於菩薩 三草小草最少 仁天成的 雖然聽聞同樣的經典 但是他們所得益是少一些的 所以佛以一陰說法 眾生除淚加得解 所以佛其實是無有依三成 一成始終有 諸法皆平等 平等 常等等 知如是至以 裂盆金老安 所以佛以一陰說法 眾生除淚加得解 現在我們就講到這裏 講到五四分 這個我們夠時間講的 不用怕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提出來問一下 其實這個《法花經》來說 並不是那麼複雜的 其實是一個譬如接一個譬如 前面那個是職 後面那個是本 聽完《法花經》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大成的意思了 佛的出生是大成 所以這個《法花》是諸佛最高的法 最高的法 所以《法花》中是二里精明天台中的 所以這個五時樹法 就是由這個藥草品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